今天我去帮农民摘玉米 你看一下他这边种了非常的多玉米 等一下帮他摘了玉米的话 我拿一些玉米来煮玉米吃 他这种的玉米很大你看一下 哇 一只狗狗 骑骑啊你看 骑骑也就是叫草蒙嘛 以前寒笑的时候有玩过的你看 哎呦 这么会飞 这一米呢一个个要炸下来 然后港要砍掉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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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啊 今天到啊就在这边搭一个帐篷 啊 啊 走一个印尼 就是今天农民那边拿过来的印尼 煮一米吃 啊 搞了一把豆子 你看 这个豆子啊 也是那个农民那边炸过来的豆子的 来要煮这个豆子吃 每次他装蒙的时候拿出来这个绳子 你看一下就是打结的 嗯 打结啊 你看 这个打结 每次用完之后这个就是打结的 这一点非常多东西 哇 我的天啊 铁杆弯成这样子 你听 哇 如果想要给你 我尽力了 我能给你 你不算了 我会尽力的 你能不能把你打开 我做的 你能不能搭取 你还是要做的 你能把你做的 你能把你做的 我但是不算了 你能把你做的 你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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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豆子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非常好在说耐心 很好说 这个小豆子是吃的 这个小豆子的装饭 我用这个高压物来煮一米快一点 因为在外面的话就不像在家里面 就是磨磨成真了 在外面尽量要讲一些效率 这种艺蜜 垃圾变成乱门 还有一些肚子的肚子要洗一下 肚子 要把我的灯 质量太差了 随便拉一下它坏掉了 这肚子全部把它扎下来 扎下来另外走是吧 那两个一米先走 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流很漂亮 然后就是可以到这边游泳了 所以吃完东西可以游泳了 这些肚子的话就是没有打农药的 是吧 吃的好啊 没打农药的 沟压一米 看一下要个三分钟就差不多 以前这个地方很多露营的 那些冯车床车都跑到这边露营的 可能现在天气热了他们都跑掉了 哇 这两根一米 快速 哇 很烫啊 有点加不起来很烫 哇这个一米真的好吃 很甜啊 这个一米通后来降血压的应该相当好 这个肚子拿下去走 这个肚子的话就不要跟一米一起走 因为肚子脏很难洗 确实好吃这个肚子 这个肚子太烫了 所以真的高压乌压东西非常的好吃 两下就压熟了 在野外露营在野外生成的话 就是要讲一个效率 东西尽用就简单 比如说豆子菇什么之类简简单单 一菇都用 又可以拿来煮饭煮西饭压饭 又可以拿来压东西 压一米压豆子都可以 对吧 这样子就不会说车里面堆了一堆的东西 压个几分钟 豆子也也是好了 我今天吃一个这些玉米 吃一个豆子就吃饱了 刚才做豆子的时候忘记加盐巴了 我重新把它打开来加点盐巴 因为这个豆子的话不加盐巴的话不好吃 它还是淡的 要有点咸 少了一道工系车就这么麻烦是吧 有点打不开了 少点盐巴今天 可以了 快点小一下 这要多加一点 因为这个盐要散透精气的 要多一点盐巴 重新煮 再煮个几分钟 煮个三分钟 四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肚子的话比较硬 要弄它煮久一点 你看一下那山肉 零啊 零啊 有可能要下大雨 这样的趋势 你看一下 黑黑鸭 黑鸭鸭人 嘴全部冒出来了 很香啊 很香啊 这样子用高压 压这种豆子 非常的香啊 这样子的鸭鸭 这高压有点化了 有点打不开了 这高压有点化了 有点打不开了 化了 多了没有啊 你看一下熟了没有 特别烫 刚刚好 嗯 嗯 脏垃圾 这个压了几分钟 这个豆子刚刚好 你看 这太咸了 很多没有长 长好 嗯 嗯 这豆子好吃 农汤里面的历史食品啊 知道 这个豆子成熟了 后来就变成黄豆了 所以它现在这样子吃就最好吃了 有一点点盐巴的味道 全部加进来 是吧 哇 一碗都脏不下来切 一大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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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热水就是这样子够了 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天气也是热了 以前很多在那边露营的 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他们都跑到凉瓜的地方去了 这种豆子我吃的很多啊 很多我都吃得下鲜 很多我都吃得下鲜